嗯 互联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甲鱼 接着我们来讲函数的嵌套调用 函数的嵌套呢 什么是嵌套 嵌套的定义呢 就是一个套着一个 OK 嗯 就是定义在一个函数的时候 其函数体内又包含着另一个函数的完整定义 就是一个调用另一个 函数A调用函数B 函数B调用函数C 这是函数的嵌套调用 然而呢 我们C语言呢 是不能够嵌套定义函数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嵌套调用函数 也就是说 在调用一个函数的过程中 又调用另一个函数 这叫做嵌套调用 而嵌套定义呢 就是说你在函数体内又定义其他函数体 这是不不给的啊 我们定义呢 就全部定义在什么 在man函数的外面 外边 对不对 接着我们调用的话呢 在里面调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吧 例如说这样 我在man函数里面呢 定义一个函数A 啊 当然呢 我在之前有 在man函数的外面 要先定义一下函数A 对吧 定义函数A 啊 怎么行 我都不写了 函数B 函数C 对吧 我在外面要先定义这些函数 接着呢 我在man函数里面调用函数A 好 我就走到了函数A 在函数A里面调用了函数B 好 我就走到了函数B 那return return是回到哪里呢 回到man还是回到A还是回到B呢 应该说你从这里调用它的你return就是回来这里 ok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图解 man函数我们首先man函数调用了A函数 当然啊 我们要调用之前应该在外面全都定义过了 对吧 定义就是说我们告诉变运器说这个函数是返回什么类型的 它有多少个参数 它每个参数都是什么类型的呢 对不对 好 调用函数A 第二步呢 它这个函数A呢 就跑到函数A了 调用它就走到这里 然后函数A内部刚好又调用函数B 好 就走过来 函数B 好 第四步就进到函数B里面去 然后呢 第五步函数B刚好是返回 对吧 它返回到哪里 返回到这里 返回到这里 对吧 返回到刚才调用它的位置 接着又返回 又返回到函数A 接着结束程序 这是整个函数的一个调用过程 那有些同学说我可能不返回任何值啊 不返回任何值它也会回到这里的 OK 起码它会把CPU的指令这时候 原先我们指到B的时候是CPU的指令是带在这 但是你这道函数执行完毕的时候 它的指令会跳回到这里 继续执行下面的程序 当然 我们又跳回到最后 当然是要在main函数里面结束 对吧 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一道立体 让我们编程来计算S等于2的平方的阶层加上3的平方的阶层 这个应该是阶层啊 阶层是什么意思呢 在高等数学里面呢 啊 阶层是阶层的意思 例如说 啊 阶层是4的意思就是 4乘以3乘以2乘以1 这就有阶层 如果是5呢 啊 如果是6吧 6的话呢 是的意思吗 6乘以5乘以4乘以3乘以2乘以1啊 阶层的就是从它开始往下乘 乘到为1为止 我们的思路怎么编呢 我们可以用 利用这个嵌套的原理 我们编写两个函数 首先第一个函数用来计算平方的值 对吧 我们先是算它的平方为多少 例如说2的平方为4 好 那我再来算4的阶层 对不对 接着第二个函数呢 就是说实现这个数的 我们刚才算好这个平方的数的阶层值的函数 啊 我们平方英文叫做square 阶层的函数叫做factory 大家可以用经商词吧来查一下 因为呢 为什么我会说用经商词吧来查呢 我不是让大家去学英文 而是说 我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 有时候要遇到很多的函数 要定义到很多的变量 对不对 这时候呢 大家就不要说我调用函数f f调用函数ff ff函数调用ff 到最后呢 你自己都不知道fff跟ff是什么关系 对吧 我们要每个函数都定义一个有意义的名称 是不是 名称是很重要的 就像你的名字 就像你爸爸妈妈给你起的名字是一样的 如果每个人的名字不重要的话 那你就叫a就行了 对吧 别人就叫你a 然后叫一声a 许多人都回头了 对不对 好 其实呢 还有在变量的时候呢 你如果说一些变量可以说 不要说经常用那些i啊 p啊 q啊 j啊 这些名字都非常的通用 但是呢 却很难区分它是什么意思 对吧 对于这个大型程序来说 好 我们继续 主行数呢 先通过调用square行数算出平方值 像我们这个2 我们要先算出它的平方 对吧 接着在square中调用这个平方值的时仓 啊 通过用这个平方值为时仓调用factory 嗯 计算阶层 例如说2的平方是4 我就把4当为时仓调用 计算它的factory啊 计算它的阶层 那就相当于4乘以3乘以2乘以1 对吧 接着返回它的值 再返回主行数 最后在循环的循环程序中计算累加核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好 这个题目呢 我不想说 立刻就给大家说出答案 当然呢 我在这个视频中会跟大家说答案的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地龟要讲 嗯 当时呢 我希望你在这里按下你一个空格键 暂停一下这个视频 然后呢 自己好好的想一下 在纸上画一下 这个程序是怎么执行的 啊 具体啊 自己去实现一下 好吧 好 那我就先 当你在实现了啊 我继续讲 OK 啊 好 这个程序我跟大家看一下解法 哎 不是这 大家一定要自己先去看一下 去算一下 好吧 这行数呢 我首先要在外面定义两个 对吧 定义两个要调用的行数 因为呢 西元是不能嵌套定义的 所以我统一都在外面定义 Square行数实现什么 实现平方 OK 接着我们这个Factory行数实现阶层 这些呢 其实呢 其实呢 我们一个程序 一个行数 一个程序啊 我们一个程序 一个转件 最重要的不是说你能够写出它 最重要的不是说你能够写出它 最重要的不是说你能够写出完美的代码 一行代码包括所有的 呃 内容 这样不好 这是乱码大赛的 的的的那个 啊 你去参加乱码大赛就还可以 但是呢 我们如果真真真真真来写程序写转件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按照比较规范的标准 例如说你去到一个公司啊 然后你就要去真真真真的写一个项目的话 他会给你一个 他们公司的一个标准 例如说你左括号打在哪里 右括号打在哪里 这都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 因为呢 万一你辞职不low的 你不做了啊 别人顶替你座位的顶替你的位置的时候 他要改你的程序 他肯定你要看得懂才行对不对 因为你一个软件不可能是一个人完成的 是很多人来合作完成的 所以呢 你的程序不仅你要看得懂 其他人也要看得懂 这是我们最理想的程序 也是最优秀的程序 所以呢 除了做好一个标准啊 写的比较规范一点 该控格 该控格 该控行 控行 啊 呃 然后呢 还要做好注视 知道吧 注视也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呢 人家不懂 英文就不知道你在这个行数实现什么作用了 对吧 好 我们 square 那我这个是主行数 进入止行数的话 我这里用一个2和一个3 2到3之间 我s等于s加squarei 啊 调用square2 square2呢 就是求2的平方 那好 那这里就实现它的平方 怎么实现呢 其实我这里可以不用定义它啊 定不定义无所谓 因为呢 在外面已经定义过了 好 在这里定义的意思呢 就是说 跟大家说我会调用到这个行数 好 平方这里已经实现了对吧 调用进了一个p 然后p乘以p乘以k 再将k做时仓 调用这个阶层 阶层怎么求呢 其实很简单 做一个跌代啊 i到q 对吧 因为你调用的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k嘛 k我这里给它的q就是4 对吧 这相当于4 那就相当于1加到多少 1乘以到多少 乘到4 这里应该是乘啊 这应该是乘啊 好吧 这个程序呢就是这样 其实也不是不是很大的问题 ok 其实这里你不理解 为什么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完全可以调用一个2 再加上调用一个3 对不对 你可以这么写 s s 等于sq uai square 2 加上sq uai square 3 对吧 我们这样写呢 是使得程序有一个可重复使用 注释起来 啊 你完全可以这么写 对吧 因为square平方里面呢 它已经实现了阶层了 所以这个是已经阶层过的结果 例如说你2传递进去 它会先平方平方之后求阶层 就是4乘以3乘以2等于12 对吧 这个值是12 再乘以3 啊 就这么下去 好 这道题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什么不会的话呢 可以到我们的空间啊 我开了一个西语言课程讨论 大家可以到上面去讨论一下 我稍后开通啊 啊 至于怎么进入呢 我在这个课时的最后会跟大家讲解 好吧 好 接着我们来讲讲地规啊 地规呢 其实不算是西语言基础的一个问题 地规呢 算是算法的一个问题 因为呢 我为了大家 可以 可以认识多点知识 就不当是学西语言就学西语言了 这样太枯造了 对吧 顺便呢 我就以我的个人幽默欠进一些算法的知识 这样的话呢 大家可以更好的掌握好编程 因为算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但是高深的算法我们不用去研究啊 我们研究一些最基本要使用的 那好 地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算法 什么是地规呢 地规就是说在调用一个寒数的过程中 又出现或间接直接或间接的调用该寒数本身 就是一个寒数打自己寒数自己嘴巴 就是一个寒数自己调用自己 称为寒数的地规调用 西语言的特点之一呢 就是允许寒数进行地规调用 当然地规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但我们为什么要用地规呢 因为呢 有些问题 有些思路 必须是地规才能够解决的 例如说什么 汉诺塔 我们最后会讲到 好 例如说这个仓 这个寒数吧 你看 我首先定义了这个寒数 intf 对吧 然后呢 我在这个 这个寒数里面呢 又调用了它本身 对吧 又调用了寒数f 是不是 那我调用寒数f 又是来到这里 它本身定义的地方 它又进去了 又调用f 就是无限的调用自己 对吧 自己都找自己 自己调用自己 这就是地规调用 其实呢 如果是刚开始学习语言的话 地规是非常非常难理解的 我知道 特别是要让你自己来实现的话 所以呢 我想到一些简单一点的说法 例如说说到地规的话呢 啊 小姐又想到一个古老的故事 大家可能会听过 是什么呢 啊就是 上上有座庙 庙庙庙里有一个小和尚和一个老和尚 有一天呢 老和尚对小和尚说 上上有座庙庙里有一个小和尚和老和尚 一个一天一个老和尚又对小和尚说 上上 有座庙庙庙庙里有一个小和尚和一个老和尚 就这么说说说说说 天长地久的 慢慢说下去 对吧 我们把这个山上有一座庙 庙里有一个小和尚和一个老和尚 有一天老和尚对小和尚说 这么一句话当成一个函数的话 他是不是不断的在重复他自己 不断的在调用他自己本身 这就是地归 那我们地归地归 总要有归去的时候 对不对 像我们之前的这个小程序 这样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停止 他永远都是调用他自己 他永远都这么下去了 他就回不来了 他就对坠住了旺葬深渊 就像你在宇宙中 你突然被人抛弃了 你就这么没了 就这么不断的下去 就回不来了 所以呢我们说 在地归中必须要有一个退出的条件 这个条件通常是一个胖定条件 用if来胖定 如果符合什么条件好 退出一层一层退回去 就是说山上有座庙 庙里有一个小和尚和老和尚 老和尚对小和尚说说说说说说了 说了有一天啊 老和尚终于不想跟小和尚说了 那时候就可以归来了啊 地归地归归去来西会回来的 对吧 最后的一层回来之后的一层回到一层 这样呢通过我个人比较艺术性的写法呢 就是说一个函数是大的 调用一个函数小的 再调用一个小的 再调用一个小的 再调一个再小的 再调用一个再小的 啊好吧 画不了的就不调用了 然后到这里胖定条件符合了 终于符合了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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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到这里 OK 对吧 归去来西回来了 这就是地归 要有地推下去 又有归回来 这叫做地归 这是地归的一个基本思路啊 那么来看一道立体 这道立体呢 我们要求阶层啊 之前我们已经通过了什么 我们之前用一乘以二乘以三 对不对 很 程序还在这里 呃 我们这里之前这里用阶层啊 这个叫阶层 Factorial 比如说我们乘以多少 Q Q6说4对吧 那就一乘以二乘以三乘以四 我们用这种方法叫跌代啊 跌代 跌倒的跌 代数的代 跌代 这种叫跌代 我们用地归怎么求呢 现在我们就试着用地归的方法来求这道题 求这个阶层啊 啊 例如看我们看 例如说我们要求五的阶层 就相当于四的阶层乘以五 是不是 四的阶层就是等于一乘以二乘以三嘛 再乘以四嘛 再乘以五就等于五的阶层了 那四的阶层呢 又是等于三的阶层乘以四 三的阶层又等于二的阶层乘以一 最后一的阶层就等于一对吧 所以呢到这里就可以做一个胖 胖断退出的条件 啊 可在下面的地归公式中实现 当我们的N啊 我们就是这个五 五是为N N等于一的时候 它就可以return 不然的话呢 你每次都调用什么 调用N再调用一个地归行数 好吧 这题呢 大家再思考一下 不过呢 如果是首次接受 接受 好吧 首次听 听到地归这个概念的同学呢 还是看我写一下立体 如果是已经知道这个概念的话呢 希望大家自己来动手写一下这个小程序 应该这个小程序比较简单啊 在地归算法中这个算是比较简单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立体 首先把这个关了 立体在哪呢 啊 在这 好 我们在这里 啊 这是声明啊 定义是在下面了 刚才老师说定义 定义其实这个是声明啊 声明就告诉 告诉我们的那个 编译器说有这个 函数的存在 定义是下面这个 OK 定义就是说给出具体的一个意义 声明就是说跟他有 说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刚才说太快了啊 小甲鱼呢 有时候说太快会发生口误的 对吧 明明是一个美眉会刷成是仇女的 这样不好啊 大家如果 发现我平时有什么口误的话 要跟我指出来 才可以改正 好吧 好我们首先呢 就定义这个 recurgeon recurgeon呢 查看经商词吧之后的结果呢 是递规的意思啊 当然了 我是认识的 好 那我们进入这个man行数 这man行数呢 很明显在这里 调用 这里输出什么 input integer number 输入一个整形数据 那我们就接收输入 对吧 这个接收的值在n这里 那我把n当成一个时差来调用 调用哪个呢 调用这个地规仓数 好 那我们看这个地规仓数 地规仓数 啊 地规仓数 这个地规仓数 它内部是如何实现的 ok 我现在先定一个time result time就是tamburation 就是一个临时的意思啊 就临时结果 对吧 储存每一次返回的一个临时结果 这个result呢 是最终结果 这样的话呢 我们记得 我们n呢 是number的缩写啊 我们每命名一个变量啊 或者命名一个行数名 都要给它一个特定的意义 那你好 你说我又不懂英文啊 手边又没有经商词吧啊 那怎么办 没办法的话 你就用拼音呗 地规你就地规 对吧 这样起码的话 别人看上去就 比较容易去理解和看懂你的程序 你如果说这个调用f 那个调用ff 那个调用ff 这样不好啊 这样不友善 界面不友善好 那我好 这接受接受之后呢 我进行一个验证 如果n小于0的话 那我们这里接受一个 整形参数 我总不能说调用一个小于0的数吧 小于0就没得阶层了 对吧 就是说我们4的话 可以是1乘以2乘以3乘以4 那如果是负4的话 那没办法啊 就小脚于学到的 那么一点点的数学知识呢 不够用 我们所以给他一个大于0的数 大于0的数才可以 所以如果输入小于0 sorry input error 输入错误对吧 好 接着如果n等于0或者n等于1的情况下 那好 那就返回值是返回1的 对不对 为什么要 把0也弄进去呢 你说直接等于1不就得了吗 为什么把0弄进去呢 啊 大家仔细思考一下 然后到空间上展开广泛的讨论 小脚于是特别希望大家气氛热烈的 每天就在空间上吵啊吵啊吵啊 吵啊吵啊吵啊 顺便不小心的点到广告 这样是最好的啊 嗯好 开个玩笑啊 啊 如果呢 不是等于1的话 怎么办呢 他就else time result等于什么 等于他又调用自己 又乘以1 就对吧 就是说下 例如说刚 类似于刚才这个 相当于 把这个橡皮差差掉 相当于n啊 乘以n减1的地归 对不对 相当于5的地归 等于4的地归乘以5 是不是这样一个意思 对吧 然后把他的值给他 接着呢 return time result 把他值返回去 大家可以在图上 在纸上画个图啊 好 好 我现在来画一下这个调用图啊 先说明小小鱼 画画不咋 不咋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啊 我们这个函数呢 怎么调的 首先是他这一个 recurrent这个函数 这个是地归函数 对吧 他调 我recurrent就 这个啊 啊 他给他一个仓数 首先我就给他5吧 当他5的话 他到这里呢 5判断一下 是不是 他判断一下到哪里呢 他5 又不等于0 又不等于1 又不小为0 对吧 他就调用这个 temp temp等于多少 他的值呢 就是等于 等于多少 等于 阿勒4 对吧 recurrent我相当于阿勒的意思啊 算了 画掉画掉写在这里 这里比较大 等于阿勒4 阿勒法 成于多少 成于5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吧 好 接着我就调用了阿勒4 对吧 调用了这个 这个又是他吗 又是他本身吗 只是他的时仓变了 时仓这时候变成4了 那4的话呢 又不小1 又不等于0 又不等于1 那就再调用 就相当于 阿等于阿勒 3 乘以4 对吧 这个阿勒4 就等于阿勒3 乘以4 那这里乘以5 那我就依旧乘以5 是不是这样 然后呢 阿勒3 又调用 因为阿勒3 又调用啊 这里时仓变成3了 其他一样 又不等于0 又不小于0 又不等于1 就继续调用 啊 等于阿勒2 好吧 我承证我的日识 比较大和比较帅 所以呢 写不下了 阿勒2 乘以3 乘以4 乘以5 接着呢 就调用阿勒1 好 当 时仓等于1的时候 OK 事情发生了 一个盲头引发的血案 啊 M等于1 就满足了这个条件 这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退出条件 符合这个条件了 好 Time Result 终于不是一个常数条 乘以它了 终于是一个具体的值了 对吧 好 那这个阿勒1 就等于1 再返回之后的 乘以2 乘以3 乘以4 乘以5 就回来了 所以呢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 非常的 麻烦 对吧 非常的复杂 比较复杂 它下去又得一层一层的回来 简直就像 穿上的衣服 还要再扒开 很无奈啊 好 那我们继续课程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这个立体啊 具体的代码呢 我会把它 放到网站上吧 如果是VIP会员的话呢 可以跟我直接要啊 OK 我们的程序详解啊 程序中给出行数 recurrent 是一个地归行数 主行数通过 调用recurrent 后进入行数 recurrent进行执行 如果 n910 n110 或者 n等于1 啊 这是等于1啊 都 将结束行数的执行 否则 就地归调用 啊 这个recurrent写错了 recurrent 行数自身 啊 因为课本 直接用ff 这样我是极为之 看不起课本 这样的态度的啊 ff呢 说明什么 说明 我们不知道这个行数 什么意思 recurrent 人家一会英语的话 就会知道是地归嘛 对吧 好 由于每次地归调用的时仓为n-1 即把n-1的值付给n 最后当n-1的值为1的时候 再做地归调用 行仓n的值也为1 即使地归中值也可以逐成 然后就逐成退回啊 当老和尚终于讲不动了 终于不想讲了 就逐成回去 好 这是这个程序的详细理解 大家千万不要说得过且过啊 这个程序一定要搞懂它 一定要把我的立体程序给搞懂它 听在听得快不说明有用 但是呢 一定要把每个东西都听得懂 那才是真正的有用的 好 我们这道题呢 也可以不用地归的方法来实现 就像我们之前的用那个什么 就是什么 跌代啊 用跌代的方法来求啊 之前我们那道 函数的嵌套 那道立体就是用跌代的方法来求 如果用跌代法的话呢 即从1开始乘 乘以2再乘以3 直到乘到n 我们的 跌代法啊 也叫做地推法 地推法也叫跌代法 比地归法更容易理解和实现 而且效率比地归还快着呢 那你可能会问 地归方法呢 这么效率低下的算法 为什么说那么普遍 而且我说的那么重要呢 因为 有些问题嘛 就只能用地归的算法来实现 而且呢 有些问题用地归的算法来实现 确实很容易去理解的 确实很容易去理解的 例如说我们典型的汉诺塔问题 Handnote 好像不这么读 算了 随便了 汉诺塔问题 汉诺塔 其实呢 当你真真真真真地掌握了地归这种算法的时候 你真真真真地来理解 理解别人写的地归程序会很容易理解的 OK 一些程序的思路呢 用 用那个跌代的话呢 会跌很多层 很多层的话呢 就可能在跌倒了就爽 就爬不起来了 这个好像不是跌倒了跌 算了 反正它就跌代 OK 汉诺塔问题 什么是汉诺塔问题呢 这个问题呢 非常经典啊 从我们小学的时候就玩过了 以前的一些小小的游戏机 大家可能玩过 大家看这个图就知道了 这里有一个汉诺塔 这叫汉诺塔 我们要通过实现什么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古典的数学问题 用地推的方法呢 理解点心的历史啊 问题是这样的 古代有一个防塔 塔内有三座ABC 开始的时候A座有64个庞子 庞子大小不等 不等 大的在下 小的在上 如这样 那呢 我是怎么样实现的呢 我要要求怎么玩的呢 有一个老和尚 又是老和尚 啊 和尚 和尚无聊了 啊 喜欢玩边城啊 所以跟我们有缘 啊 老和尚想把这64个庞子 从A座移到C座 但是呢 每次只允许 规则 规则 每次只允许移动一个庞 而且移动的过程中 三个座上 始终保持大在下 小在上 在移动的过程中呢 可以利用B座 要求编程 打印出移动的步骤 啊 这就是典型的汉诺塔问 好 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个图 哎 就是说 如果说我 我给他编证的号吧 容易大家理解 啊 这个叫有A 爱着123 4 5 对吧 我要把这五个东西 移过去 那应该怎么办 我首先 先把1移过来 对吧 然后把2移到这里 因为大的在下 小的才在上嘛 然后把1又移回这里 把3移过去 把2移过去 把1移过去 啊 就这么一层一层的叠 好吧 这次 以前玩过吧 打游戏机的时候玩过吧 对吧 可能现在的90后 应该没玩过 90后的游戏机 现在都是PSP什么的了 太高近 太先进了 只有我们这些80后啊 还玩那些 比较古董的 所以说 现在的孩子幸福啊 啊 为了便于理解呢 我们先分析 将A座上的 三个庞子 移到C的过程啊 我们把64个 先 小化为三个 三个很容易理解 首先呢 我们将A座上的两个庞子 移到B座 借助C 然后呢 将A座上的一个庞子 移到C座 最后 我将B座上的两个庞子 移到C座 明白吧 不明白 不明白 我们又回来看图 啊 因为这个我要照顾到 大部分同学的理解 所以呢 请已经已经理解的同学 理解一下啊 就说这里有三个庞子 好 我们就移 移一二三这三个庞子 其他的不管他啊 下面下面我们看不到他 他会怎么移呢 先把 一移过去 再把二移过去 再把一移回来 好 这时候 二在下面 一在上面 对不对 接着呢 三在这里 那我把三移过去 对吧 三现在就已经在下面了 接着把什么呢 把上面的 一移回来 把二移过去 再把一移过去 OK 就实现了 三二一 乘乘堆叠啊 这就是我们三个的一个步骤 好 我们回来看啊 然后呢 其中的第二步呢 可以直接实现 对吧 这一步 从一 从A座的一个庞子 移到C座 就是最底下的那个 直接实现 而第一步呢 又可以用地规的方法 分解成什么呢 1.1啊 将A庞上的一个庞子 从A移到B移到C 第一步 对吧 然后呢 将A庞上的一个庞子 从A移到B 再将C庞上的一个庞子 从C移到B 大家看着我说 听着我说 然后拿张纸 在图 在纸上跟着我画啊 跟着我说的话 第三步呢 就这一步 可以理解为 将B庞上的一个庞子 从B移到A 将B庞上的一个庞子 从B移到C 再将A庞上的一个庞子 从A移到C 其实呢 就是我刚才那么移 好 大家画完了吧 画完了 我们进行 理解 将以上综合起来 我们得到三个庞子的移动步骤为 A到C A到B C到B A到C B到A B到C A到C 啊 就这么一个移动步骤 大家可以去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 我们编程要实现的话 就是64个庞子的 这一系列的步骤 是怎么实现的 然后呢 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可知呢 将N个庞子 从A座移到C座 可以分解为 以上三个步骤 Only 3 将A上的N减一个庞子 借助C座移到B 对不对 将A座剩下的一个庞子移到C 就是说 有五个庞子就把四个通过C座 借助C座移到B去 然后呢 把剩下的最最底下一个移到C 对吧 这样就实现了最底的一个的帮运 接着把N减一个庞从B座移到A座 看起来 说起来挺简单的啊 谁不知道怎么样 谁不知道知道把 谁不知道把最下面的一个 最上面的所有 除了最下面的一个都移到B 然后把最下面的一个就可以放到C了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呢 思路其实也就差不多是这样 思路的的确确就是这样 大家要学会用地规 把复杂的东西化为简单的 为什么小甲鱼刚才说 如果你真的学会地规 真正真正的掌握地规 这么艺术的算法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很多问题 都可以从简单的来理解 因为地规就是起到了一个 这么大 这么伟大的作用 就像我们的汉诺塔 你用普通的迭代思想是 想死也就想不出来的 数据越大越难想 而地规呢 就有一个能够把大数据 转化为小数据来思考的一个魅力 OK 魅力 attractive 好 大家肯定想听我详细解答 对不对 当时呢 很抱歉 请听下回分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之所以很经典 所以我想让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 接着 我想看到大家在我们的群上 热烈的讨论 好吧 好 我们现在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什么要求呢 希望大家把我们课堂中的练习 我让大家说能够独立去思考的一些练习的答案提交到我们的课后的讨论群组进行讨论和互助 就是说你会的你就把它不令的把它提交上来 在哪里呢 首先打开我们的网站 faces 打开我们的网站先 接着我们 我们要登录 我们登录 好 登录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空间啊 我最近刚刚完工的 非常不错啊 然后呢 我们来到这个群组 群组这里呢 有一个C课后题讨论群 好吧 大家都进入这里 我等一下还还再见一个C啊 视频教程讨论群好吧 大家在课程中 在教程中有什么听不懂的啊 或者说小脚鱼哪些说的比较搞笑的啊 或者说有一些比较 什么让你挖掘出来 你可以在上面吹吹水啊 跟大家热烈的讨论一下 好了 在这里大家要按照规则来发帖啊 就是标题命名好一点就可以了 就让新手可以快速的查到自己需要的问题 好吧 在这里大家就把课后题 我布置的课后题就给上传一下 如果不会的话呢 就在上面 说明自己的哪些不理解的 对吧 然后能够帮助别人 就尽量帮助别人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共同构造一个 我们初学者的互动互助的社区 在上面呢 你可以认识到更多跟你 志同 志同道合啊 词穷真是的 志同 志同道合的朋友啊 为什么我要提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呢 因为有太多的同学都是得过且过不懂装懂的 为什么呢 因为曾经啊 经常就有若干的同学呢 QQ不厌其防的来催我 催我什么呢 催我说 哎你视频不能做快点吗 不能一天更新四五集吗 我一天都看五六集那么快 诶那我就问他 你真的一天能够看这么快吗 我留下的课后题你都会做吗 啊他刚开始是会 然后又随便的拿一道课后题 晃汤不晃药的问他 但是呢 他却在那里答不出来了 最后他跟我承证 他是课后题有些是不会的 想听我视频的解释 才要求说 赶快出视频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这样是不负责任的去听视频 对自己学习是不负责任的 为什么呢 因为说我们中国啊 就我感觉就是说 大家太习惯于那些标准答案了 而我希望看到的是 各位同学自己有自己的见解 大家有自己的答案 无论他是对与错 无论他的效率是快与慢 那都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那会有很有成就感的 好 所以希望大家认真负责的对待 每一道练习题 啊然后我们注意一下 因为呢我们网页是基本上 不支持tab键的 什么是tab键呢 就是左边啊 左边esc下面第三个tab键 所以呢我们这里 在编译程序的时候改成空格 怎么改呢 你看 我其实在这里build 啊不 tooth option option就选项的意思 点一下tabs 然后这里呢 insert space 啊 插进空格键 这里的话呢 都改为六个字符 OK 默证的话是四个字符的 但是我本人觉得四个字符 这个太短了 看起来不容易不容易区分 改成六个字符 然后insert space 不要说keep tabs 啊就插入空格 这样的话呢 你看 这样是tab 你退退回去 如果是再来 我往左啊 每次都是一格 这样是空格 空格的话网页可以接受 OK 这样的话我们的代码显示出来 才不要有条例 好 啊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